出道17年都默默无闻 却应在我是歌手中一唱成名 真正找回歌手身份的彭佳慧 22日趁热打铁学自己的新专辑现身台北 不过这人妻辣妈一出场就惊愿四座 彭佳慧你就不怕老公吃这几位半裸猛男醋吗 大门一开始说我们这两位猛男裸着上身非常非常威猛的 让我们这个天后呢以这个做教育的方式 精灵分享来到我们发展记者会现场 哈喽的亲家你好 跟大家欢迎对手好久不见 别看彭佳慧在现场女王气场十足 但私下里她可是位百分百的顾佳好老婆 新专辑中翻唱都会全程是你的好久不见 这全是因为彭佳慧老公是这首歌的大粉丝 我老公我都叫他老王 他很少会在我面前开口唱歌 但好久不见这首歌 这张专辑Eason的专辑放在我的车子里面很久 好几年 然后每一次开车的时候 我就突然间 有几次突然间发现 他边开车边哼这个歌 所以我就说你是不是喜欢这个歌 他说很好听 不仅家老公看得比事业更重要 彭佳慧跟校圈自己努力唱歌 都是为了儿子有个让人羡慕的将来 谢谢我希望我以后我儿子长大 大概国中高中 我去参加他的学校的那个 母姐会 对对对母姐会 我的 他的同学都问说那是谁 然后他就说我妈 然后哇 这样就够了 就这彭佳慧你这不是赤裸裸的卖萌吗 当然你这爱家顾家的好女人形象 也深入人心了 这部现场同家会就影响起 刚刚离世的奶奶而忍不住落内 而对自己能在事业低谷中坚持到今天 他也不妄想家人发表爱的感言 我觉得我觉得一个成功的女人 后面一定要有一个很很很支持的男人 一直在后面鼓励你 你是最棒的 你是他给我很多的爱包容我 然后支持我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对于我来讲 还有我婆婆 就是我婆婆我很谢谢她 就是全家他们就是都一直很支持我 所以我很感谢他们